接下来大家我们就要重点去学一点小东西了 刚才在说的代码盒的时候 一个没有人就弄下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叫什么 选择器 啥叫选择器呢 选择器 大家可以大白话的把它理解成就是 要选择哪个容器 因为什么 标签通常都用来封章 数据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容器 最简单一些 您可以更简单的理解为就是 我选了这么多样式吧 这样式要做在哪个标签上 这个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选择器了 听懂了吧 选择器 要做在哪个标签 接下来呢 选择器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HTM标签选择器 也就是说 这种选择器啊 它是以标签名来确定的 这种选择器比较常见吧 是吧 刚才老师给大家演示了 全都是标签名 对不对 这些全都是标签名 OK 再接下来 大家就找他有别的吗 跟你们说一个比较经典的 那叫做第二种 class class属性的方法来完成的 那么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吧 有什么区别呢 就说这个好了大家 假设我有十个DNA标签 追听 我有五个DNA标签样式相同 另外五个样式相同 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有的哥们说老师 十个DNA标签 设置相同样式 那五个全都是标签来设置 可以 可以 但是麻烦 对吧 麻烦 怎么做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非常的表 我们可以把 DNA标签设置同样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五个 归为一类 对这一类进行 样式设定 听懂了吧 这个就是分类 分类就用标签中的 可怕是属性 买上吧 假设啊 我这有十个DNA标签 看看吧 可看到了吗 说老师 我怎么数都是两 恭喜你 数数已经够计格了 我们假设这是十个 好吧 这一个那边五个 能去读吗 那 我如果在这 写一个叫做 稍等啊 老师这里边就不仅 外播了好吧 我就全以内部的为主啊 我如果在这 来上一个叫做 DIV 是吧 可辣子 先不搞 来个类码 再来什么东西 卡的冒号 来个白 得 然后我们来看笑 一刷新大家发现 是不是这样的呀 对呀 蓝天白云 对吧 然后说老师 这五个是一个样子 这五个是另外一个样子 咋办的 没关系 一嘛 可辣 啊 写了名 写什么名啊 我喜欢哈哈 那又动 说老师那你这个是标签选择题嘛 用标签名来选择选择题名称 那类名的话 该怎么定义呢 注意大家 类名用点的训练小 叫做 DIV标签中的 名称为 类名为哈哈的选择题 懂了吧 画脚了 这里边挺成长 来一个叫做 背影 这里边我们来一个叫做 卡尔 绿 欧拉 一刷新 有趣味了吧 我这么一路的话 我如果让这个五个电影标签的Club 全就哈哈的话 是不是全有什么样子 画式的大家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啥 类选择题 听懂了吧 这也是选择题的一种哦 第二种了 说的第二种了 这种类选择题 我跟你讲 是专门给CSS提供 样式加载用的 一个属性 专门给CSS提供 样式加载的一个属性 相当方便大家 而且到这你发现了什么 是不是类属性的样式优先级要别标签高 有些人们说了 老师 你这些加载 我跟你讲 你把拿下来也一样 懂不 对吧 我告诉你第一点哈 就记住了 越少数 优先级越高 老师 啥意思 你要DNV加载的话 是不是所有DNV给人变呀 你要起类的话 类什么DNV中 一部分啊 那就是少数哦 因为你高吗 就这意思 说老师 这可大事 还有别的用法吗 表姐讲在这 他不光可以在相同标签中 对部分标签进行相同样加载 他还可以 对不同标签进行相同样式设定 这个必须碉堡了 好吧 老师我明白呢 看着啊 子派里边咱也搞一搞 好不好 这就要比如子派二 是吧 叫做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所有名称为区二的区 全都要一个样式 可了 哈哈 连P这边也是样 可了 哈哈 大家看一下 那个刷新 丑老师 蒙人的吧 这也没变呢 大家不去看 我这么写是不是DIV的哈哈 对 站在门前 你得说死判 你得说死判的哈哈 还OK的 懂吗 到底写错了 大家已经发一个问题了 说老师 我觉得你这么写麻烦呢 说老师 你看你这么弄的话 不行啊 这啥玩意 这个代码分用太差了 这个一刷新 所有效果 这分用差呀 是吧 怎么办大家 叫做 这叫做指明了我是谁的哈哈 有没有 我在前面不是人家 就是 所有类名叫做 哈哈的选择器 都给你变 或者叫所有类名叫做哈哈的标签 要是都会给你变 真假的呀 别说真假 那都是废话 一刷新 啥都有了 没错了 这就叫做类选择器的好处 哎 听懂没 听懂了 是吧 简单嘛 对不对 大家还没玩呢 是吧 你说老师要这么写的 我说比较呵呵 如果老师也有麻烦 我定 我定选择器啊 你有这个选择器吗 没有啊 不是 你有没有这个选择器吗 你就没有啊 对不对 我这我就纠结 我这这动一下 然后我说老师 你这你看你看 你刷半天就是效果呀 对了 这个选择器 这个现在还没有加持到某些标签上 哦啊 但是这个我已经定义完了 这个预定义钥匙 所以你们呢 你试想 如果我将其中一个钥匙改成呵呵 大家一刷新 色会变 多屌了吧 苏老师这什么啥事啊 大家再试想 如果我要是搞了一个按钮在旁边 我定点按钮 就把这只改成哈哈 我再加按钮 就把这改成呵呵 大家啥意思啊 动态效果这个来了 是不是 可不是吗 对不对 大家 你有没有见过就是新浪的博客 他那风格是不是总会来回变化呀 比如说博客的正文可以放在右边 博客的左边一栏是不是全都是那些什么那个边线栏 对吧 你上博客应该都知道吧 是吧 左边一栏可以写成什么 日期要乱的话东西 右边一栏都可以写成博客中文 是不是可以照顾 对吧 博客的风格可以切换 你知道怎么切换的吗 那是做了好几套 BSS 你点一按钮 就给你加新的样式 再点按钮就给你加另外一个新的样式 听闻了 这就能实现动态效果了 OK 好了 不用再多说了 还是改成哈哈了 这个预定样式是吧 可以什么呀 可以实现动态加转 预定样式 实现动态加转 动态我们的后面会学到的 是必须的 但是前期都依赖这东西 没有这东西白扯 这次说了一下怎么样啊 这个CSS当中的class选择器 大家注意选择器是CSS核心 这个不会的话 全挂 懂吗 再次来一下 第三个就是ID选择器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 这个就是用的谁 标签中的ID属性 大家再演示一遍 比如说 我给你写了一张 这种ID是吧 起名字吧 对吧 我喜欢 我选择起什么名字呢 就起这个 QQ 我这瞎写的啊 说老师ID 我怎么用啊 这ID 你这种写吧 DIV 注意啊 ID可不是点事啊 警号QQ 说老师行吗 这个 必须 黄的 什么什么眼神 黄的能进反差啊 红的反差啊 我刷 对吧 我说第一行的 是吧 变化了 对吧 老师就把这IDV 先注射掉吧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变化了以后 把大家接来干嘛呢 说这个老师 我那啥 我那 这个P 我也想来这个 ID就等于什么样啊 等于QQ 我也想来这个 那怎么写啊 我这一个刷 那不行啊 这个 老师那边写 P P 警号QQ 哎 明白了吗 麻烦了吗 麻烦了 怎么办 凡是叫ID 明认为QQ的 全这个样式 必须的 一刷新 欧吧 欧了 是老师 这个没有啥区别 目前在用法上 没区别 那老师啥用了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ID选择器啊 ID的取值 一般在页面中 是唯一的 这点很重要 不用帮你们原页啊 通常 ID的取值 在页面中 是唯一的 因为 该属性 除了给 CSS使用 还可以被 JavaDrip使用 所以必须要保证 唯一性 我才能去获取 该名称的什么 标签 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唯一 我过取完了 就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听到大家 出现错误 所以大家要尽量保证 ID的唯一性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种 多标签 要是从相同加载的话 用class就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用ID 懂了吧 所以ID 所以ID干嘛用的啊 ID通常都是为了去标识 去标 啊就是 去标识 页面中的什么 一些特定区域使用的 比如说这个表单区域 这个表格区域 一般会标识一下 标识完以后呢 为了方便 做到该区域方便 所以我们再有请ID名字 是这样 就好像咱班里面人很多对吧 我就标识一个班长 标识了几个组长 一个样子 听说一声 是这么回事 那么大家进来呢 这个地方我们说完以后吧 这个ID的计算比较重复了 结果你不喜欢ID了 那么接下来我问个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ID把颜色改一改 是吧 改成什么样的 改成一个比较明显的 让大家看得清楚呢 这个黑色 然后这儿是白色的 让大家感受一下 问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如果我现在 看着 在DIV上 在DIV上 也 我整法了吧 嗯 对了 刚刚有灯 那个在DIV上呢 我加载钥匙 比如说 我加载一个DIV 注意看了 我在这上面 我也写个ID 先不这么写 我们现在就看DN2区域啊 就看大家 一刷新 大家看 是不是蓝点白色啊 对 蓝点白色对吧 紧张呢 我就加上了一个叫做内选择器哈哈 再刷新 是不是变成了黄点绿色啊 那边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内选择器的优先值要比这个标签选择器要高啊 诶 OK了 可是我加载钥匙 又加了ID WQQ Look 看到吧 ID选择器的优先 你是不是更高啊 因为它页面唯一的 朱老师还比他高的那样 那家 他要更猛的 就是 直接不用加来 直接往里面写的 就属于他一个人 发现 发现 看到了吧 哎 这样一比的话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顾教记录了啊 这样做 优先级 是吧 标签 选择器 小鱼 类选择器 小鱼 ID 选择器 小鱼 style 属性 大家 这个一定要记住 优先级的高低 那 优先级的高与低 行了 大家到这儿 最基本的三种选择器 就写完了 要记住了 类呀 是吧 还有什么 那个标签呢 还有这个ID啊 一定要记住了 类选择器 是专门给CF 其实有使用的 OK 好 好 再次 感谢观看